嗨 我是亚伦 也是十大杰出青年 又结又出 我就不相信 我不能应征店长 而且 我也很会哭 我不想这样了 我真的 我真的不想哭 哎哎哎 言批是在点我们前任店长吗 实情节目 嗨营业中 第二季将在5月20号开播 日前节目无预警释出 员工集体请辞影片 引起网友热议 不过昨天再度曝光最新影片 请辞后的团员们 开始找工作面试啦 嗨你好 我是陀东康 之前呢在屏东家冰店上班 可是呢距离真的太远 我54岁 但是我还会定老 嗨我是姚元昊 这个是红酒炖牛肉的调理包 因为仓库还是很多 我的时间也很多 嗨我是亚伦 也是十大杰出青年 又结又出 我就不相信 我不能应征店长 而且 我也很会哭 我也很会哭 我的优点也很多 不怕烫 不怕被网友骂 也不怕被污名化 以前工作的伙伴们呢 都说 我很暖 因为我有老婆小孩 家庭要养 所以呢我 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求职影片释出 除了让网友直呼好期待 但也好奇员工怎么六缺三 难道真的是要被换脚了吗 对此制作方好看娱乐回应 其实是因为影片长度限制 所以只能先放部分员工片段 至于其他三位员工 是否又开始找工作 就请期待下回分享啦